蛤蟆鱼很多人烧不好 今天我烧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个蛤蟆鱼 老板多少斤一斤老板 六块 六块一斤是吧 来给我拿一条 好 我们先将安抗鱼 牙齿去掉 然后将其砍成小块 安抗鱼呢 其实它的杂质是很多的 我们必须要给它出水抽一下 知道吧 我们捞去浮沫后呢 把它捞出冷水冲凉 很多人说烧鱼 这油倒下去之后 这上面撒点盐 其实这种是愚蠢的做法 撒点盐与不撒点盐 粘锅不粘锅根本是不得干的事情 知道吧 然后我们放入乳巴肉 倒入葱姜碎洋葱 烧蛤蟆鱼油一定要多一点 少数的干辣椒 然后倒入蛤蟆鱼 微煎变色后 淋入一圈料酒 不量的开水 一勺白糖 适量的盐 盖盖大火烧个25分钟 安抗鱼的干要最后放下去 烧个45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切淋入少许一米鲜 提提鲜味 少许的灵魂葱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